喜欢看海贼王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细数一下海贼王里的十大传说人物 排队第一位的我认为是战国 为什么呢 因为原海军本部元帅 动物系幻兽种人人果实 大佛形态能力者 现任海军本部大督察 大海贼时代被誉为致将 可谓风华正茂 已是海军前线人 古兮之年仍是正义开拓者 排队第二名的是责罚NEO海军总部的总帅 原世界政府最高战力海军本部大将 因强大的武装色霸气 被称为黑万责罚 逃离满门 是责罚一生的荣耀所在 排队第三名的是蒙奇迪卡普 海军中的传奇人物 曾数度将海贼王罗杰逼入绝境 一个老子逼儿子对吧 因而被誉为海军英雄 也被这个事件称为是铁拳卡普 传说中的海兵最强的守卫 排队第四名的是贺 海军本部中将 被称作是大参谋 也是吃了恶魔果实超人系 吸气果实的喜条人 唐吉柯德 多夫郎明哥的老对手 从大海贼时代开始之前 他就与战国卡普 一起支撑着海军 排队第五名的是 希尔巴兹雷里 别号是海贼王的右腕 原罗杰海贼团的副船长 在海贼团解散后 留在香波地群岛 当上了魔工匠 曾经英雄盖世 他是原海贼王的兄弟搭档 现在不问世事 他是未来海贼王的指导老师哦 排队第六名的是库洛卡斯 原名是罗杰海贼团的传一 参与过25年前的爱特沃尔海战 现任是登卡管理员 排队第七名的是爱德华纽盖特 外号是白胡子 被称为是世界最强的男人 罗杰时代 他是最接近海贼王的人 后大海贼时期 仍然到处是惊涛骇浪 回到是回首顶上战争 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名为是白胡子 史基 外号是金狮子 过去曾与戈尔罗杰帝 和白胡子爱德华 扭盖伦齐名 是推进历史上第一位逃脱的海贼 大家应该不是很熟悉 排队第九名的是 邦迪瓦尔特 被称为世界的破坏者的船长 伍沃德 他是三十年前 驰骋于海上的大海贼 两年前从推进城的第六层 无限地狱逃出 排队第十名的是青椒 来自东方花之国的青椒家族的首领 经常撞开常年冰封的冰大路 目前是追之青椒 名不副实 只能算是被拔掉历史的孤朗 不是丢了追顶的光头 而这一期的海贼盘点就盘点到这里 小伙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可以在评论期留言哦